中華眷村文化發展總會 在8號舉辦了第一屆第一次的 會員大會及禮監事聯席會議 破百位來自各界的眷村精英一同 齊聚在龍祥園餐廳 見證總會的正式成立 眷村文化發展與推廣再起新篇章 今天是我們中華眷村文化發展總會的成立大會 之所以我們成立這個組織 是因為在1949年前後 從中原各地 隨著國民政府 簽到台灣的大約有150萬人 這150萬人最多的是軍人和他的家屬 還有其他的公教人員 所以在台灣地區 政府或者其他的慈善的公益組織 為他們安排了居住場所 叫做眷村 近十幾年來 因為眷村的改建 所以眷村拆掉了 然後眷村他當年的生活的內容 和他特殊的一種文化的特質 也隨之消失了 那我們這些眷村的第二代感到非常的可惜 非常遺憾 所以我們致力要保存 和發揚和傳承這些眷村的文化 中華眷村文化發展總會第一屆 理事長趙怡表示 隨著時代的變化 眷村陸續被拆遷 而為了不讓眷村的歷史逐漸被淡忘 希望在中華眷村文化發展總會正式的成立之後 所有軍公教人士的後代都能在愛中華 愛國旗 愛台灣愛和平的共識之下集結起來 共同發揚及延續鄭村的歷史文化 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 為歷史做一個補白的行動 我們把歷史的空白填補起來 所以我們組成了這個組織以後 我們立即就會成立一個文史和研究小組 我們會出版一些書籍 我們訪問一些騎勞 把歷史的真相留下來 這是我們還要做的 這四個價值觀 愛中華 愛國旗 愛台灣 愛和平 這四個重要的價值觀 我相信能夠呼群保益 把所有我們軍公教人員的第二代第三代團結起來 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共識 也是我們的精神保留 隨著總會的正式成立 趙怡表示 明年起將串聯全台各地 眷村文化推廣單位 分別舉辦眷村嘉年華 眷村文化論壇及演講座談等國動 並計畫出版眷村文史系列重書 決心為台灣近代歷史的補白善盡心力 好方網TV 湯文森 陳文欣採訪報導